不能吃油炸、不能吃炸物 這些比較基本盤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不過前陣子我有聽到說 不能XXX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是如何對抗我的毛孔跟粉刺 因為我之前啊 大家如果有在長期看我頻道的人就知道 我以前的毛孔跟粉刺是有一點蠻可怕的 就那時候自己覺得沒什麼 可是後來就是大家的留言啊 就跟我講說 欸就是毛孔好像有點大 有點是皮膚不好 然後就開始注重這一塊 然後就發現 要改善毛孔跟粉刺的問題其實蠻難的 那我們就先來看我之前的樣子 哈囉大家 我現在在金服機場 是不是蠻可怕的 就是會有很多泛紅的狀態 然後跟毛孔出搭出油 然後有粉刺的感覺 這個問題就算是困擾我蠻久 因為我從以前啊 就大概過中的時候開始就有這種狀況了 因為我本身就是混合偏油 尤其是鼻子就是特別的油 對 所以呢我就開始研究到底怎麼樣改善這個問題 終於 終於就是近期 稍微有看到一點改善的樣子 經過了非常多的人體實驗 自行的經驗這樣子 現在的狀態就是 我自己是覺得 比之前好很多啦 雖然還是不敢說 鈴毛孔什麼的 就不可能 對 但是我覺得已經就是 比之前的樣子 好蠻多的了 所以呢我今天就要跟你們分享 我是如何改善粉刺 超有用不嘗試的三招 首先第一個方面就是飲食啦 相信大家也知道就是不能吃油炸 不能吃炸物 這些比較基本盤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不過前陣子我有聽到說 不能喝牛奶 所以我就去嘗試看看 不喝牛奶 是不是可以改善粉刺的狀況 結果真的蠻有用的耶 因為我就是 完全不碰任何牛奶的東西 像是拿鐵啊 鮮奶茶其實完全都不行 乳製品我會盡量減少 然後我可能就會改成像是喝豆漿 或是燕麥奶 結果我的粉刺呢 就是有明顯的改善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試試看不喝牛奶 跟不吃蛋試試看 因為他們好像都算是一種過敏源 我覺得油炸跟辣 對我來說反而還好一點點 就算不吃 好像也不會特別有什麼變化 可是牛奶我真的覺得蠻有感的 不過我真的覺得 像這種飲食方面的東西啊 真的很難就是完全不碰 像是牛奶 有些你根本不知道裡面有沒有加牛奶 你可能不小心吃到 但我自己是覺得 你如果減少一分的攝取 就可以減少一分長粉刺的機會 好再來第二個方面就是保養方面啦 我自己選保養品的習慣呢 我是喜歡選那種 偏天然的 就可能不會加太多香精或是色素的 那如果你要針對粉刺做改善的話 我覺得酸類 酸類真的是非常有用 我之前呢就是前陣子還很夯那種 什麼18%杏仁酸那種時候 我就是立馬手刀購入了 不過我那時候用的時候 就是不太知道說 欸我的皮膚適合幾% 或是要用多少濃度的啊 或是使用的次數 或是早晚可不可以用 就是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酸類就是 雖然說它可以代謝你的角質 但它使用上要比較小心一點點 所以我那時候呢 因為我就好高霧元 就用了18% 所以就有點脫皮跟泛紅 雖然酸類很好用 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那如果大家呢 就是很想嘗試酸類產品 可是卻不知道要從來下手的 可以試試看我最近使用的這一瓶 Zatmate B3專業抗痘精華 它雖然叫做抗痘精華 不過我覺得它對於粉刺啊 其實蠻有效果的 現在就來看我實測10天的效果吧 好的 那我現在呢就要來實測這罐 B3專業抗痘精華 我這次預計呢是實測10天 然後看我的粉刺有沒有變少 然後毛孔有沒有變少 先讓大家看我就是 還沒有擦過我這個抗痘精華前的狀態 可以看到就是我有一些一些小粉刺 在鼻子 尤其是鼻翼這邊就是特別的嚴重 然後另外一邊 就是明顯是鼻翼這邊毛孔非常的粗大 然後有一些些粉刺甚至有一點冒頭的感覺 那因為這個呢就是困擾我蠻久的 所以呢我自己也非常認真就是研究說 到底要怎麼把毛孔變小 還有減少粉刺的產生 收到這罐產品的時候呢 其實公關有跟我強調說 他們家不是主打說只是幾%幾%的酸類啊 而是非常溫和的一個產品 所以其實你可以天天擦也沒關係 那我們就是相信他 因為畢竟他還有跟我說 如果呢就是沒效的話 他願意就是不合作這樣子 聽完就覺得說 他對他們家產品非常的有信心耶 所以我就想說來實測這10天 如果是有效的話呢 我就會成功接到這個案子 如果沒有效呢 這部影片就不會出現這樣 非常非常的期待跟興奮 好那我現在要來上化妝水跟乳液 好的我已經上好化妝水跟乳液啦 那雖然他叫做B3抗鬥精華呢 但其實呢他的使用步驟呢 是在最後一步使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用一個黑棕品裝著 感覺就是 好像蠻專業的 好 那我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自己是滴大概2-3滴而已 因為他延展性非常好 哇 他已經就是滑下去了 所以其實2-3滴呢 幾乎你就可以擦完全臉 對 那我自己呢 使用上是 我會就是加強滴子跟下巴部分 因為呢這兩部分呢是我 就是比較在意的部位 所以你看滴個一滴 他延展性非常好 然後呢有一種淡淡的炒粉味 就是帶到毛孔出大比較嚴重的地方 好 然後呢他其實上上來不會有什麼刺激的感覺 感覺是還不錯 那就繼續試用看看 看10天之後呢 能不能有那麼好的效果 讓我保控變小 真的是拜託拜託 好的今天是實測的第二天早上 那這一罐呢 他是可以早上跟晚上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早上用完保養之後 擦完保養之後呢 我還會再使用它 但是要記得如果像是擦這種 呃 帶有酸類的產品 那一定要記得注意防曬 那我擦完他再擦防曬的話 目前都沒有什麼 起屑或是打架的情況 那如果男生的話 不想擦防曬也盡量就是要戴個帽子 就是因為他是含有酸類的產品 因為我擦防曬啊 其實不太會跟這罐打架 所以我覺得上妝的話 應該也是還好 所以呢我用完他就會再擦防曬 然後再上妝 好的現在來到了第六天 我們來偷看一下效果如何 我自己是覺得毛孔上 就是有稍微變小一點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最有感的呢 其實是 整個的皮膚會變得非常的光滑 之前可能摸起來都還會有一些些顆粒的感覺 可是其實我這幾天使用下來啊 到第三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沒什麼顆粒感了 整個皮膚摸起來是光滑的那種感覺 好的來到了第十天 直接來對比一下給大家看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有感的 雖然說他不是十天就馬上讓你的毛孔變小 不過其實我在使用到第三天第四天啊 有個很明顯的感受就是 皮膚真的就是變光滑了 他比較不會有之前我那種很多就是顆粒感 然後很多那種浮出來的粉刺的感覺 那我覺得其實你要十天就立馬讓毛孔變小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好嗎 但是呢他有做到的是 就是讓我的油脂分泌就是減少 那油脂分泌減少的話呢 其實毛孔就不會被撐大 所以就可以達到改善粉刺啊 改善毛孔粗大的問題 所以啊我覺得不管男生女生 都可以來試用看看這款B3專業抗痘精華 因為像女生啊可能勝利起來的時候 就會長一些痘痘或是油脂分泌變多 男生就不用說 男生就是天生就是油性 很多人幾乎都是油性肌 那油性肌就會導致痘痘粉刺啊 毛孔粗大等等的問題 我都經歷過了 那如果你就是做好洗臉啊清潔啊 再來保養好好做 再保養的最後一步再加上這個呢 其實呢就可以慢慢改善粉刺的問題 然後呢他蠻溫和也蠻有效果的 所以呢蠻推薦給大家的 大家不要再懶惰了好嗎 趕快去保養起菜 好再來第三個方面呢 就是關於生活方面 相信呢大家應該知道 多喝水跟比較熬夜 這種基本盤大家應該都知道 不過前陣子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我如果規律的 可能晚睡晚起 或是早睡早起 就是不要讓自己的生活習慣 一直有大變動的話 其實對皮膚的狀態是蠻好的 因為我覺得不一定要早睡早起 就是每個人習慣的生理始終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你養成一個生活規律的習慣的話 皮膚就比較不容易出現狀況 那我覺得最近因為我很常收到一些人 會來問我關於保養品的問題 可是他的皮膚就是已經明顯就是出問題了 可能是大爆痘或是大爆粉刺那種 通常這個時候呢 我第一個一定就是去看醫生 因為像那種嚴重的狀況啊 真的需要醫生的診斷 再搭配剛剛講到的飲食啊 保養生活 才讓肌膚就是改善才能示範功倍 好啦 以上呢 就是我自己對抗粉刺的三大招啦 改善粉刺真的是一條艱辛的路 因為畢竟呢 就是跟體質什麼都還是有非常大的關係 但是能改善一點點 我真的覺得非常感動了 就是少接觸上面的東西呢 你的粉刺就會少一點 那希望大家能夠粉刺變少 毛孔變小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隨便追蹤我IG喔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